唱游基隆有多种玩法 一群地方创生业者 首度推出基隆水路游城 特别规划的免费体验场次 已经秒杀 相当受欢迎 其实基隆在地 其实长久以来就是 大家很努力地做 其实是碎片式的旅游 也就是各个区域 其实都在努力发展 但是很少有一个 可以去串联的方式 所以我们整个水项链团队 希望可以透过一些 陆路跟水路 不管是勾勾楼的两人成型 不管是九人座的 六人成型八人成型 甚至是船 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的串联 可以把所有的创生区域 或者是旅游品牌 去把它连在一起 这是一群关注地方观光发展的 地方创生业者 在杨明海洋文化艺术馆策馆一楼 成立名为水路的 地方创生转运站 开幕当天 多位贵宾到场祝福 这个是我们阿杰理事长 在地方创生上的一个进一步的突破 那可以结合更多亲子跟家庭的一个游客 跟我们基隆在地的一个文创 以及一个地方的美食 那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 那也符合我们现在打造有爱城市的方向 非常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的开幕典礼 来到这里之后 不管你要走水路 你要走陆路 你可以有好多的面向 可以去看到整体的基隆 这样子就可以让大家很方便的来到基隆 然后能够去体验基隆的不同的文化艺术 甚至基隆的很蓬勃的商业可以来到这边非常的开心 也很适合老中青三代亲子都一起来体验 那所以我对基隆的未来 透过我们地方创生团队打群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大家互相的串联 然后一直创造更高的一个好的美好的这种景象 让大家能够来体验 所以基隆未来一定更有生命力 未来一定能够更好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 基隆已经走到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我们结合了非常多的地方创生团队 在这个市中心的一个基地 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起来一个叫地方创生转运站 希望可以透过这些载具 可以带到它 譬如像我们正边有信兵山 譬如说我们市区有小硕书屋跟八六公寓 包括西岸三层有卡米诺 渔语文化工作室 包括还有我们的宇都漫步 还有八夺子 希望透过这些载具 可以去把这些地方创生团队 区域型的品牌 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把它串联起来 那我的身后这边就是 其实我们也是集结了 所有各地方创生团队 它所开发出来的产品 这个地方创生转运站 未来将大力推动 西岸观光等多元路线 特别结合 位在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四楼的一间主题餐厅 提供游客餐饮与休憩空间 我们跟一楼的这个水路 所谓地方创生转运站 其实我们是一体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旅游嘛 走不管什么样走行程 那我们又是走在地基隆的行程 它不管开始或结束 它都需要一个集合的地点 那集合地点不外乎 就是要休息吃饭 喝个下午茶喝个咖啡 那所以我们觉得说在四楼这个点 也相当的适合 那上来之后 也可以做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空间也留的预留蛮大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接待团体 我们希望结合 我们市长大力推动了 这个基隆港文化西岸的 这个文化观光的一个这样的政策 以阳明为起点 来去做一个整个在基隆市的一个发亮 发光的一个这样文化品牌的建立 来一起来做一些城市的行销 那我们在这个期间 我们的一楼的水路的一个开幕的 阳明有去做一些配合 是在6月15号 22号 29号 其实只要搭乘我们的水路的这个游港船 其实都可以免费来参观阳明海洋文化衣馆 那也可以获得我们四楼的这个乐视的 这个餐厅的免费茶点一份 引进了乐高 那我们应该算是基隆第一家有乐高的餐厅 那家长可以在那边安心的吃饭 小孩子在那边静静的玩乐高 不要去再看手机了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这样子同时就把亲子的休闲 然后跟餐饮就可以好好地做一个结合 发起这个地方创生转运站的 基隆水巷内产业发展协会说 协会成员来自各行业 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这一奇怪为什么取名叫水巷内产业发展协会 其实基隆是一港而生的城市 所以其实水跟巷就是港的拆解 水加巷 巷内就是哈萊 这是专业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几年其实陆续有很多返乡的青年 所以我们找了各个领域产业的一些优秀的年轻人 大家集结成一个平台 我们现在里面的伙伴大概有80多位 都是各产业很优秀的伙伴 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水巷内产业发展协会 希望把地方资源更可以让基隆更好 所以把各自的一些专业大家一起来互补 然后一起把它串联起来 现在我们应该算基隆第一家把艺术 艺术跟餐厅做结合 刚刚是说有亲子 现在我们也把艺术结合进来 所以我们也找了在地的艺术家 一个渔夫艺术家叫庄英信 后面都是他的作品 期许未来透过多元的水路旅游体验 带领游客深度畅游基隆西岸与东岸各景点的人文特色 发扬永续旅游的精神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